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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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川青 为什么今天的标题叫做 嘴炮无用论呢 投資朋友大家都知道 嘴炮是什么 对不对 就是在那边 鬼扯淡 但是呢 對這個所有的事情 都完全沒有建設性 就是在那邊用嘴巴 在那邊打戰爭 就是類似像用比賽戰爭 一樣的一個道理 對不對 那到底有沒有辦法賺到錢呢 我們回到我們的電腦的畫面 投資朋友可以看清楚 今天期貨啊 對不對 當然最後結算多少 我們目前還不知道 不過呢 至少呢 幾乎結算在一萬一千點 差不多 假設 我說真的 假設 你從殖利率倒掛那一天 我也跟大家講過 你運氣好 對不對 空開盤 開盤 開盤有人運氣 有人開到10608啦 你可以空開盤 空到10608 你到今天為止呢 你只輸了400點 那你運氣壞一點的話呢 空到地板上的10423 對不對 你輸600點 我說難聽一點 你不要覺得我在 隨便亂講 我告訴你 我真的看到很多同業這麼做 死不認錯 對不對 每天嘴砲 說真的那一點用都沒有 好不好 我想我們懶得多講這些東西啦 因為那干我什麼事 對不對 那干我什麼事 我們還在往前跑啊 一直跑 一直跑 對不對 很多你根本已經追不上了 今天兩大新聞 第一個 對不對 郭董 郭董 富士康的這個主席啊 郭董 對不對 水行俠告訴他 他要選台灣總統 當然不是水行俠 這個Sea Godness Sea Godness 這個東西啊 對不對 叫什麼 水神 叫做媽祖啊 對不對 就是水裡面的神嘛 海神 都一樣 對不對 告訴他要選總統 這是第一個大新聞 等一下我們會稍微跟大家講 因為我不需要花太多錢跟大家講 對不對 給那一些每天在告訴你 郭董會選總統 但是他股票都不賺錢的人 給他們講就好了 好不好 對不對 給你講就好啦 好不好 今天第二個大新聞是什麼 蘋果跟高通和解 對不對 你都看到了 好不好 蘋果跟高通和解 這個等一下才是我們主要要跟你談的重點 好不好 先開始說什麼 對不對 先說郭董 對不對 媽祖叫他出來選總統 在今天一大早 其實呢 兩個大版面 兩個 不同的財經媒體的大版面 我今天有貼在我們的這個粉絲頁上面 很明顯的告訴你 對不對 屬於中國時報那邊的 他們非常的不希望郭董出來選 他們甚至告訴大家 昨天為什麼合作掌停板 是因為鴻海群龍無首 我說白點 我聽你在放屁 鴻海一直在創新高 我聽你在黑白說 真頂一直在創新高 我聽你在黑白說 今天 聯合報系的這個新聞 對不對 這個 郭董暗示為了要怎麼樣 效法台塑的什麼 共治的模式 對不對 我們不講了 好 內容繼續看就好了 事實上在禮拜日我也跟你講過 對不對 我說我不是第一個跟你講 鴻海 郭董出來選總統 我也不是那一位出來跟你猜測 郭董要選總統 對不對 但是呢 還叫你去放空旗子 我也搞不懂這些人在想什麼 一堆人 我告訴你啦 都是這個樣子 我們這邊 禮拜日跟你講的 對不對 我在去年七八月份 搶救鴻海 這個計畫 當時鴻海是減之前的85到90 投資朋友 你回憶一下 我是不是這樣跟你講 我還被人家罵 每天唱衰郭董 每天一大堆 我說沒有關係 對不對 減值當時我也不建議你 我也不建議你參加 減值後到高點 我也認為沒什麼好投資的 我全部都跟你承認 我不會因為今天 紅海漲上來 我會跟你否認這件事情 但是我有告訴你 跌到七十元以下 最擔心 股票繼續跌的人 不是你我啊 不是阿土伯啊 是郭董 我相信阿土伯 不是用融資買進紅海的 但是有一個人 直壓了七十八%的股票在 在銀行裡面 他擔心的不得了 那個人就是郭台銘董事長 所以到七十元 你也不用擔心了 因為他比你還擔心 這些事情 交給他操心就好了 結果咧 三月底 不是 紅海公布了 一個很嚇人的財報 哇好厲害 當然我們不知道他怎麼來的 我們不知道 對不對 紅海集團那麼大 這邊拿一點那邊拿一點 應該也有吧 我不知道他怎麼來的 結果咧 有一家外資叫做匯豐 他先出了一個報告 他把紅海調到九十五元 今天看起來九十五元快到了 匯豐算準的喔 對不對 匯豐算準的 今天九十五元快到了 今天最高九十二點七元 然後去降真頂 降我的最愛的真頂 把它降到多少 降到七八十塊 這我都跟你講過了 對不對 有用嗎 沒差啊 真頂繼續再漲給你看 你知道今天 老實說你知道今天嗎 今天在上海跟在深圳交易的 工業複聯跟真頂 的那個棚頂啊 全部漲停 全部漲停 而且我告訴你 我今天才發現 你知道嗎 棚頂喔 工業複聯還沒創新高 但是呢 棚頂的股價 對不對 棚頂的股價已經創下掛牌新高了 投資朋友 證明我跟大家挑到的股票沒有什麼錯吧 對不對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而且我不是剛剛跟你講而已 我講了兩年的真頂 對不對 狀況不變 我還告訴你 我在前線百分百的時代 去年三月份 上好幾個月都跟大家講 紅海集團 我一定跟你講真頂 對不對 我說當時針對工業複聯掛A股 我認為不足買真頂 因為棚頂更強 然後呢 3月12日的前線百分百 我說你到YouTube去看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過 只要工業複聯掌 紅海一定跟著掌 但是呢 工業複聯掛牌後 三根半掌停板 就是結束了 所以紅海就掛掉了 是不是也如同我的預期一模一樣 我都沒有錯啊 對不對 工業複聯到最近才漲 而且工業複聯 也還沒有創新高 今天有沒有創新高 我倒是沒注意到 不過棚頂創新高了 你更不必提信心了 我已經講過了嘛 投資朋友 你要紅海集團的話 你敢投機一點 你就投信心嘛 但是你也可以從訊心 找到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跟今天 我要講的第二個重點 很大關係 叫做3711的日月光 投資朋友 在今天以前 我們沒有帶會員 出過任何一張日月光 我也跟大家講過 我在怕你什麼 對不對 我又不是帶那種 很小隻的小型股 今天我知道有一位 同業 在停損這檔股票 叫做1795的美食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過 美食我非常看好 但是我目前不會去買 我等你們這些人 全部停損光 我再進去 我看法都沒有變 我等你們停損光 我再進去嘛 同業今天也在停損什麼 3504的陽明光 我也在等 其實這檔股票我也非常看好 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講我們的 好不好 投資朋友這個講過了嘛 3月12的前線百分百 棚頂 對不對 工作背 我跟大家講 增頂持股巴11% 送申交所IPO 法人估市值將餘800億 對不對 都跟你講過了 今天第二個大消息是什麼 對不對 高通5G 其實我想這可能也是 蘋果不得不去做的結果 因為英特爾的 5G基屏晶片搞不出來 當然為什麼搞不出來 很可能因為5G很多專利 不是在華為手上 又在高通手上 前幾天 甚至認證費來說 沒關係蘋果 不然你來跟我買我高通晶片 我一向不外賣的 我可以賣你沒關係 這可能激到了 蘋果吧 所以跟蘋果談了 跟高通談了一個世紀大和解 對不對 高通在尾盤 一和解的消息一出來之後 漲了23.2% 盤後我這邊印的時候 還漲了6.81% 加起來一共多少 大概漲了三成 你看美國股市多刺激啊 對不對 美食的競爭對手 那一家是什麼 贏什麼得的那一家 我一直忘記叫什麼 贏什麼得的那一家 這個忘記的名字 可以一天跌掉七八成 也有公司一天漲三成的 它叫高通 而且它的股價是這麼高的 它一天漲了三成 對不對 從五十幾塊漲到七八十塊 嚇都嚇死你啊 對不對 還好你沒有人去放空高通 不然你就哭死了 對不對 放空高通跟放空棋子一樣 都是自尋死路 我剛剛還沒跟大家講 你輸個五百點棋子的話 你的保證金就全部GG了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如果你做的是棋子空單 我麻煩請你保證金準備夠一點 讓它嘎 不然你馬上就走人了 對不對 我最近也收到一些會員 真的好慘 不是空單就是什麼 空了股票 而且都空到那種最強的股票 我不要講出來是什麼 空我的股票 都有點活該 我就要跟大家講 今天恭喜你們 你知道嗎 今天恭喜你們 今天神盾今天跌啊 恭喜你們啊 神盾今天最高點291 我是不是之前有在我的粉絲團 有貼一張神盾賣多少錢 但是我告訴你還沒完 你放心好了 還沒完 這個我們早就立於不敗之地了 這一家公司可以賺一百塊錢 我立於不敗之地 我不講神盾 我們講別的好不好 我們繼續講日月光 高通跟蘋果意外和解 同意放棄全球的一切訴訟 內容不重要 對不對 高通未來能賺多少錢 干我屁事 蘋果未來跟蘋果什麼合作 也干我屁事 對不對 所以我都不想講 我要跟你講的是這個 這個 英特爾退出5G的數據晶片 也不重要 反正他就不幹了 他就不幹了 來 我跟你講的是這個 我想說 奇怪 日月光怎麼大漲 結果我去Google發現到 高通竟然跟日月光 其實他是跟環續合資的 新文是這樣寫的 但有的寫日月光一樣嘛 對不對 你看 高通子公司高通基督公司 日月光投控的子公司 環續電子等合資 等雙方合資的 巴西SIP封裝封測廠 Semiconductor 什麼什麼 這個 應該是西班牙文吧 我就不會唸了 這個什麼 Advanced Quotasado 什麼什麼 對不對 什麼 這個巴西SA 已經啟動 新廠建置及產能部件 新廠設於巴西聖保羅 主公示惠手機 以及物聯網的SIP模組 包括高通啊 未來的這個 Snapdragon的一個 就角龍的SIP晶片模組 預計呢 將在2020年正式投產 並招募八千到一百 八百到一千萬員工 而且在五年內投資兩億美元 我相信這個廠為什麼會生出來 也是因為美中貿易戰的關係 不過不管 高通是跟日月光合作的 對不對 高通不是跟歷程合作 高通沒有跟歷程合作去做SIP 沒有喔 高通也沒有跟訊星合作做SIP 都沒有喔 他就選的是 我們會員的持股 叫日月光去合作做SIP 我也跟大家講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啊 我根本不曉得 好不好 內容我不講了 好不好 內容自己去看就好 5G今天生態怎樣 其實呢 高通跟蘋果和解之後 5G有可能發展有機會更快速 因為蘋果畢竟全世界 前幾大的手機廠 對不對 那你們看到 高通已經開始大量採用 SIP封測製程技術 日月光投控旗下的 日月光半導體 細品環境電子 都成為高通SIP封測的 模組的主要代工廠 內容就是給大家看 因為什麼 什麼什麼兩個頻段 什麼什麼 這個講起來很麻煩 對不對 講多了你也聽不懂 講太少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對不對 但是呢 什麼美洲貿易戰 講太少 你也不知道 對不對 我只是跟大家講 想不到吧 對不對 你真的想不到啊 你想不到高通 高通會跟蘋果有四季大和解 你真的想不到 好不好 你真的想不到 因為連我都沒有想到 對不對 連我都沒有想到 那我也告訴你 我也不懂為什麼環續會去跟高通 在八七合日建廠 當初這個新聞我也沒看到 因為我們 真正開始買日月光 已經是三月底的事情 沒想到 這個新聞是三月什麼時候的事情 是三月十四日的事情啊 我都沒有想到 對不對 我真的沒有想到 好不好 然後呢 與其一直在節目 我跟他講的 一直在那邊嘴炮說 他早就猜到郭董要參選 你贏了嘴炮 有什麼用 你有好好帶會員做股票嗎 對不對 殖利率倒掛那天 我看到有很多同業怎麼操作 你知道嗎 摳一通會員 所有股票出清 對不對 他利用殖利率倒掛 掩飾自己操作的錯誤 操作的失敗 全部一次掩飾掉 把所有的罪過 怪罪在殖利率倒掛上面 真的很多人這麼做 你不要懷疑 對不對 我不懷疑是點名而已 因為裡面好幾個都認識的 那要怎麼辦 涼拌啊 涼拌啊 那要涼拌啊 投資朋友 有誰跟我一樣 這麼認真跟你講這些東西的 高頻段5G毫米波 天線射頻前端跟收拔器 整合成單一系統集封裝 三月底跟你講的 對不對 這包三月底還四月初 反正就是那個時候跟你講的 選股焦點 大家記不記得我選股焦點 日月光華泰跟什麼 跟廣語嘛 對不對 你都很記得的啊 我們買這些光華泰嘛 你也很記得嘛 歡迎抬轎 你也是記得的 對不對 你不要說我記性很差 我金魚腦 那我沒辦法 你可以往前回去看 自己回去回溯 對不對 你回去回溯 好不好 投資朋友 12月23日 我都怕你忘記啊 投資朋友 這幾檔股票 我真的希望你鳴記在心 建設太塑 齊鴻操縱雙鴻跟勵志 我寫這六檔股票出來 其實當然不只這六檔 在做散熱 劍准也說他做 劍准也做散熱啊 對不對 斜西也是做散熱啊 很多人都說他做散熱 連動力 昨天有一檔股票漲平板 叫做動力 6591的動力 他也說他做散熱 但是呢 是不是幾乎漲的都落在我寫這六檔裡面了 我講過了嘛 對不對 今天泰塑 已經差一點點要70塊了 投資朋友 當初才二字頭 我就跟你講了 三八六 三八六今天差 0.1元67塊 當然我真的不建議你去追泰塑 我不建議你去追泰塑 因為泰塑真的漲很多 你知道泰塑到昨天為止 波段漲了76% 我都幫你算出來了 我說的是從4月1日到現在 這個月都還沒過完 這個月現在才幾日 17日而已啊 這個月都還沒過完耶 不是很誇張嗎 但是 也不是只有泰塑漲啊 我們跟你提到的股票 投資朋友 在武漢投資50億的起哄 他今天也創新高了 對不對 三星手機熱導管 最主要下單給誰 下單給3324的雙鴻 他今天也創新高了 對不對 3653英特爾 英特爾AMD均熱片 投資朋友 他還沒創新高 但是我想也快了 這都是我跟你講過的 3483的 立志 今天創新高 投資朋友 去年12月他們長在這裡 他們長在這裡啊 他們去年12月長在這裡 3017去年12月也長在這裡啊 這幾乎不是漲了80 還是漲了一倍 只有泰塑是比較誇張 對不對 三巴拉 三十一塊漲到66.9 也漲了一倍了 你到底這班車有沒有搭上 我們有耶 我們不但有 而且搭了還蠻多班的 我不是在嘴炮 對不對 這些都是會員 會員的傑作 我今天沒有秀這給你看嗎 我說我歡迎更丹嘛 對不對 我歡迎更丹 今天台駿創新高之後拉回 我也覺得還好 我沒有叫你去追最高 今天開盤去開到最高點 不是我的錯啊 對不對 是你們喜歡更丹的嘛 對不對 3483的立志今天創新高 這不是我的錯啊 是你們喜歡更丹的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就這樣子 操作不過就是如此嘛 對不對 投資朋友 贏家跟輸家其實是一線之隔而已 對不對 貪心 貪心跟什麼 貪心跟 跟有耐心 也是一線之隔 我當然很希望各位投資朋友 對不對 跟我們一樣成為贏家 但是呢 有時候啊 真的是事與願違 對不對 光是看這些股票 我說真的 我都很懶得多講什麼 對不對 你如果當初我講的七八月份 你有聽我的 你出掉去換別的股票 我告訴你後面這一段 你隨便找一檔股票 贏他的機會很高 我這一次 我還在我們的粉絲頁 寫了一個文章 大家請記得去看 看完 看你覺得寫得不錯 你去按讚嘛 因為剛好在昨天 我看到了 大摩 偷偷的喔 我只能用偷偷的再幾個字 他偷偷的把台積電的目標價 從 199 調高到235 一扣扣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說偷偷的 新聞其實 只有跑出一小條 因為就算是235 也跟現在距離差了30塊錢 不要說大摩 大摩的半導體團隊 去年上半年超威的 說升就升 說降就降 結果下半年表現的是一塌糊塗 我們再來講媒體造神的 連倉證券那位戰役群 我不認識他 我很不認識 會叫這種名字的 有兩種人 一種是什麼 根本就是華人 不管是台灣人或大陸人都有可能 另外一種是什麼 喜歡中華文化 取台灣名字的 像吳鳳 吳鳳他本名總不可能姓吳 真的叫鳳吧 大家知道吳鳳的土耳其人 然後頭髮光光那個叫吳鳳 不是那個穿洪夾克被人家射那個叫吳鳳 對不對 那個吳鳳 他總 就這兩種可能 我不知道戰役群是 是華人 或者是像吳鳳那種土耳其人 我不知道 媒體捧他 什麼票選第一名分析師 去年11月率先降 率先降台積電的平等 今年1月22日出來重申台積電 把他降到200元以下 把他降到200元以下 叫他的外資客戶把資金轉到三星 因為三星7奈米做得更好 現在呢 投資朋友 我不是投計給大家看嗎 從他寫完到現在為止 台積電漲得比三星還要多啊 而且多不少 你看 並不是外國月亮比較圓 並不是 換個方式出報告就比較厲害 這是我一直跟你講的 沒有用 真的沒有用 你要看得懂趨勢才有用嘛 對不對 你以為散熱這些東西是怎麼樣 那我看到趨勢啦 我不是跟他講5G手機嗎 對不對 那是我看到的趨勢 可是你沒有看到 對不對 比趨勢你也輸 那是長線的 比短線比消息的 投資朋友 你可能也輸啊 對不對 比消息還有什麼好消息的 你可能也輸啊 我都很懶得跟你講 我知道明天居民會寫什麼 因為我沒有做那麼短 好不好 我不是像那些某些人一樣 投資朋友我講的嘛 對不對 你看 大家記不記得137元的時候 一堆人跟你講美食有多好 我那時候已經跟你講 叫你要stop了 這張股票我真的很看好 但是請你等他拉回 結果現在短短時間裡面 做了這麼大的一個頭 但是我告訴大家 也不用太過擔心 我大概可以這樣跟大家解釋啊 美食上個月營收不好 原因是在哪裡 因為 原廠呢使用不當的方法 對不對 去競爭 什麼叫不當的方法 大家有空去看原廠那個藥 叫E-I-IN 什麼什麼那個藥 對那個公司 因為這個戒毒藥的一個市場很大 大概10億美金左右 他說我們自己的藥有問題 所以呢 懸民藥廠用我們的藥去開發 那種藥也有問題 對不對 這叫什麼 七商權 對不對 商人 商極七八全 然後呢 商人家一百全 類似這樣七商權 結果呢 美食這個藥啊 藥一個怎麼樣 醫生就不敢採用了 結果 上個月 新聞是這樣寫的 上個月呢 美食就沒有去認列 戒毒藥的營收 但是4月5月會不會認 等著看啊 我不多講什麼 今天剛好 今天剛好回到季線 給大家看 季線嘛 對不對 六十日線 昨天回到季線不是今天 這是一個很大的支撐 但是我跟大家講 你等我出手 好不好 你等我出手 我們可是前面從 七十塊錢拉上去 那一波的最大受益者 你等我出手 你這邊不用急 你真的不用急 對不對 千萬不要在那邊亂搞 好不好 你看今天那麼多人在停損股票 真的我覺得很好笑 你知道嗎 甚至包括聯發科 我也不多講什麼了 其實聯發科 這樣下來很好 真的 連發科線的狀況 就像當初 大家記不記得 人家說3376 哇 被AirPow打死了 AirPow不出 它的無線充電友沒有人要買 結果咧 376是不是還創新高給你看 真好笑 對不對 人家說AirPow不出 哇 這做電供應線的 供應線的這個 兩維掛掉了 結果兩維也創新高 到底是誰講真的誰講假的 到底是誰看真的看得懂 誰真的看不懂 對不對 我想看不懂就是你 就是你看不懂 投資朋友 今天我們還有一檔股票 這我會員沒有買 我跟他講這個預期 對不對 今天公佈的營收多好 只不過說這個公司 真的股價走勢真的是有夠慢的 還不如我們的4766 因為我們會員手上股票叫做南保 南保慢慢的往我的目標價賣進 慢慢買 慢慢造 慢慢造 這才重要 對不對 我們不用每天做電視績效 不用每天漲停板告訴你 我們趕快在這裡 在這裡市價買進 我們趕快在這裡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佈局在你所不知道的時間 371的日月光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投資朋友 前面這邊對不對 漲很慢的時候我們就在買了 今天這一根 當然今天這一根爆了很大量 我想可能會整理 不過我也跟他講過 他慢慢離我的目標價慢慢接近 對不對 我會準備開始 把日月光獲利了結 去轉進下一檔股票 事實上我們今天 也又去進場了 跟封測有點關係的股票 他在做什麼 他做SIP的載板 大家知道在做載板很多載板 對不對 像景碩有什麼IC載板 什麼APP載板 但是台灣有一家公司 做的是SIP的載板 對不對 當然也有公司去做什麼 Mini LED載板 我講過嘛對不對 這間 他做Mini LED的載板 每家公司所做的載板 應用性是不同的 我今天去買SIP載板 為什麼 等到新聞出來就知道了 好不好 我們先跟大家承諾 其實你去Google就知道了 SIP載板哪一家公司 他就跑出一家公司來了 對不對 我只是懶得這樣跟大家講 對不對 因為他們還在賽跑當中 我們只是出掉又把它買回來而已 我認為整理差不多了 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我想講了很多東西呢 我們這邊不變多講什麼 你如果要成為贏家 真的要把握機會 最近 我真的覺得投資朋友 都很擔心這個大盤回檔 你已經擔心三個禮拜 擔心四個禮拜 甚至呢 新進來的會員 手上竟然是一堆空單 我有今天 這個事情我一定要講一講 才能夠結束 今天有一位會員手上都空單 我昨天打電話還沒接 我今天打電話還沒接 他說啊 他已經被電視這些分析師騙得很慘了 對不對 甚至他跑去買一個軟體 一個軟體呢 花了十幾萬 結果軟體一點都不準 後來好玩了 他從來沒有看過我的節目喔 那我成家左會員 因為他覺得他不想再做股票 他輸得很慘 下來說輸了幾百萬啊 他把剩下的那些錢啊 他拿去怎麼樣 去買個保險 買一個定額的嘛 對不對就是買個躲腳的可能一年兩%三%的配息這樣子 結果保險應用員跟他講 全市場只有李冠心是講真的啊 真實的事情 不好意思今天我把這位會員的 跟我講的話我把他應用出來了 希望他不要罵我 可是我今天聽到這句話我真的很欣慰 因為我講的是真的 我也跟大家講 我敢跟你打賭你光看電視 如果你有那個會跟去做股票你也會賺錢 別人你做不到對不對 你如果看我阿姨 你看我阿姨 你看我阿姨 你看我阿姨說的 大家也說上天板 說我從那裡買起來 說我伯伯啊 你買一塊那個呢 給我含錢 對不對 我們都直接先跟你講了 我也跟大家講 歡迎你跟男子 不過我出場的時候 我不見得有辦法通知你嘛 對不對 因為我通知不到你啊 對不對 成為贏家 從今天起 當然你要繼續當輸家 我不介意 你要繼續做你的期貨空單 請你記得保證金放多一點 對不對 過去了你來不及參與 但未來我們將要與你必肩作戰 我真的希望投資朋友 我說真的 好不好 良心肺腑之言 能救一個是一個啊 真的晚一點到 晚一點到 你輸起來不是幾萬幾十萬 甚至輸到傾家蕩產都有可能 再跟大家重申一次 好不好標題寫的 嘴炮無用論 我們可是從來不嘴炮 而且我可是 所有的趨勢 都跟你 一切 預告在前 政治部分我懶得多講 好不好 對政治部分 反正郭董選總統 我告訴你 我個人的看法 四個字 樂觀其成 但是呢 中天電視台的看法 是什麼樣 他們會很不爽 那是他家的事情啊 對不對 我很希望 反正郭董選總統 我認為 這可能會是未來啊 兩岸 的一個最好的一個解樣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也是 好像那天 拜託 我還是不爹 我也是 你 說 你說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